业员李忠硕已在此前9月与经纪公司YMK解除合约,成立个人工作室近日,YMK相关人员向SDR&WF媒体透露,公司已与此前9月与李忠硕解除相关合约,双方已确定分道扬镳,虽然与李忠硕分开,但希望李忠硕日后的道路会更好。 李忠硕于早前4月与YMK经纪公司签约,YMK以代理的形式负责了李忠硕在韩国国内的经纪约,据悉当初李忠硕与YMK签订的也并非是专属合约,Aman Project也是在与YMK签订合约前就设立的,签约之后以YMK与Aman Project共同合作的方式代理李忠硕的活动,此次也只是合作中了。 李忠硕但是将通过自己成立的Aman Project暂时进行个人活动,据还没报道,李忠硕的新剧也将搭档一线女神李奈颖,出演TVN新剧《罗曼识别策附录》。 这也是李奈颖时隔九年回归电视影评,李奈颖是眼高学历高背景的就业经历中断的女人江单一,曾是红极一时的广告赚导人,却不知不觉成为了一文不知没有灵感的精断女,经历中断的女性。 因为高资历屡次就业失败,因此隐瞒学历来到车登号李忠硕士担任总编的出版社就业,并开始了新的人生。 该自由火星生活李正校导演指导,需要浪漫,恋爱的发现正嫌真编之直笔,李契明年上半年。 播出,现在光看演员阵容,就已经让人十分期待。 除此之外,演员颜机制最近与SIGESC完成了许约。 SIGESC娱乐表示,演员颜机制决定和SIGESC继续同行,我们一起共识了超过十年的漫长岁月,成为了最了解彼此的合作伙伴,将会以紧密的合作关系为基础,为颜机制能够安稳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。 此,作为同伴将会做出最大努力。 另外,颜机制现在在话剧Out中出演SIGESC一角,和其他音乐制演员一起出演的一言见面把concert结束了三月,四月的日本公演。 11月,12月将进行全国巡演,而创作型歌手Eddie Kim,与Mystic娱乐续约。 Mystic娱乐表示,在最近合约到期前與Eddie Kim,完成续约, 以出道以来积累的相互信任为基础,再次证明是完美的合作伙伴,将通过全方位支持Eddie Kim的音乐活动和竞争海外市场,来发挥最好的协同效果。 Eddie Kim,在10月11日发行第三张《迷你》专辑Miles Apart,以离别为主题,是Eddie Kim,时隔三年九个月推出的新专辑。 IC专达Miles